心软之人,多无福,心软的人,牢记鬼谷子这三句话,福报不请自来。 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点个订阅,带你来一场走心的国学之旅,每天为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国学文化。 生活中有一类人,总是喜欢成全别人,对别人很不下心,让自己太委屈自己,每每受了气,点自怨自艾,自我解嘲地哼一句。 我总是心太软,但鬼谷子说了,心软之人,是无福之人。 做人太心软,是没有原则的表现,太过没有原则,不仅自己会成为受气包,也未必会给他人带来方便。 因此,告别心太软的自己,做人做事,要牢记三句话。 一,越心软越要有原则,一味妥协换来的是伤害。 鬼谷子有言,敬人不必卑劲,卑劲则少苦。 又说,让人不必退劲,退劲则入寡,意思是我们可以尊敬别人,但是却不能卑躬屈膝,一旦丧失了人格和尊严,那么就会让自己显得没有骨气,这样的人反而会成为任人欺负的对象。 千公里让,纵然是传统美德,但是大家也应该在这种前提下,积极维护个人的利益,因为有的时候一味地忍让和退让。 就会将自己逼到悬崖边上,最后无路可走,谦逊是好品质,而太过谦逊就会处处退让,变成了卑微。 一个人,倘若连自己都不尊重自己,又有谁会尊重他呢? 俗话说争得不自在,恕得大慈悲,做人当有所为有所不为,有些是可以让,有些是坚决不能让。 凡事都要有个度,心软也要掌握好分寸,否则就会让自己让无可让退无可退,最终陷入绝境。 比如现实社会中很多情侣之间的相处就是这样,现在所说的霸耳朵,很多就是这种情况。 自己十分心软,只要对方一个可怜眼神看向你,你就会瞬间忘记自己所有原则,毫无保留毫无底线为对方付出,久而久之,对方对你的要求越来越过分,并且把你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,自然也就不会再珍惜你这个心软之人。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太过心软,太过谦卑,不仅不会得到尊重,也未必会被人以诚相待,无论与谁相处,都要为对方留三分余地,更要给自己留三分余地。 本以为,净人者人恒爱之,让人者视人皆让,可现实却会让老好人无路可投。 所以大家平时在与人相处的时候,一定要学会把握分寸,一定要知道一味地妥协退让,就会让别人得寸进尺,要懂得学会拒绝他人的要求,还是彼此公平的交往方式,一旦失去了分寸感或底线,那么就会让自己痛苦万分。 二,越心软越要懂得拒绝,切莫做老好人。 可知者,可用也,不可知者,谋者所不用也,出自鬼谷子谋的时,是鬼谷子最经典的语录之一。 大概意思是,对于那些能够了解其内心的人,一定要选择恰当的机会重用他。 给他施展个人能力的舞台,这样对人对己都有益处。 对于那些深藏不露亦或是无法窥探其内心的人而言,或者说那些拥有智谋并且善于谋划的人,不仅不应该去重用他,而且平时还应该处处提防他。 因为这样的人往往都会存心不良,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露出毒牙咬你一口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句话,可以算作是劝慰老师人的良言。 对于那些自己比较了解的人而言,那么就可以敞开心扉地与他们交心,相反对于那些还没有了解透彻。 或者说平时没有交集的人而言,有智慧的人绝对会对他们敬而远之。 知名演员吴梦达当年因为沾染上赌博的恶习负债累累,去找周润发先生借钱,但是却只得到了一句,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,你早点死心吧。 多年之后,吴梦达才知道周润发虽然不借给自己钱,但是却在暗中偷偷帮助自己,终于感慨周润发是大智慧,是担心自己继续沉沦下去。 如果是心软之人,估计在对方向自己诉苦的过程中就已经打算借钱了。 在这件事情上周润发先生就做到了坚持原则。 三,越心软越要控制情绪,切记让情绪支配自己。 鬼骨子说冒着不美,又不悟,故至情拖延,单从字面意思上去解释,说的是那些喜怒不形于色的人,才是可以托付大事的精英。 因为这类人平时总是波澜不惊,无论遇到多么大的事情都能够冷静思考,具备成大事者的最基本条件,那就是懂得控制情绪。 相反那些心特别软的人,当看到别人有危难的时候,往往都会表现出焦急悲伤的神色。 这样的人一下子就能窥探其内心,所以根本不可能将大事托付给他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,心软之人一定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。 实际上鬼骨子还从另外一个角度,对心软之人提出了见义,未见形,原以道之,既见形,方以示之。 他指出越心软的人就越要内方外援,因为外援指的是处事圆滑,既不得罪他人也不会让自己受委屈,这类人往往都会在社会中如鱼得水。 但是,在外援的前提下,或者说外援的基础,一定要注意内方的培养,所谓方指的是刚正不阿的原则和态度。 人活一世,没有谁能够一路坦途。 但也没有什么路是走不通的,希望或许就在拐角处,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,因此要懂得转圆的道理。 同样,为人处事,也要学会适当的圆滑,心可软,却不能对谁都心软,更不能事事都心软,人生在世,务必善良,但也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和原则,用现在的话说,你的善良也要自带锋芒。 正如曾国藩在《家书》中所说,立者,发奋自强,占得助也,达者,办事圆润,行得通也,一味心软,忍让,未必会让事情行得通,做个倔强而圆润的人,才不会亏人,也不会亏己。 大家平时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,肯定会遇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或是,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坚持原则和底线的重要性。 须知,太过心软善良,于人于己都未必是好事,老话说的好人善被人欺,马善被人欺,做人要懂得拒绝,懂得适可而止,任何时候都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,要用理智去思考问题, 而不是事实让情感占据上风,余生不多,要对自己好一点,再好一点,莫让心软成为自己的弱点。 从小父亲就教育我,做人一定要随和,不要看见谁都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 那样的人只会招人生宴,不会有人愿意和他做朋友的。 不论是上学,工作,还是在家庭中,一个随和又诙谐的人,身边往往会围绕着一群人,因为他能给大家带来快乐,自带一种清和感。 这不是心软,而是修养,与此同时,又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原则和底线,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,任何时候都要守住底线,不然这原语方也就失去了意义。 这句话对于心软的人很有警戒的意义,因为心软,所以容易轻信别人,从而被利用,这才现实的摸爬滚打中。 是很忌讳的,做一个外缘内方的人,才能把生活过得如鱼得水,圆滑一点做人,并没有坏处,切记内心一定要有善良真诚的底线,不然这圆滑就会变成善良的绊脚石。 所以,不妨把这三句真言记在心里,也许你做不到马上改变自己容易心软的性格,但随着你内心坚定的信念,一切都会如你所想,而你的福气自然也会越来越多, 生活会变得更美好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